这是麦伦华斯博士的工作室 就像任何勤奋工作的人一样 这位全球知名的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 以及USANA Health Sciences公司的创办人 总是把自己置身在最好的器材当中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已经使用了40年 协助他架构一个梦想中没有痛苦和疾病的世界 不只是在他的显微镜底下 也在他的体内那就是细胞 他继续是最主要的一切 它的世界是最主要的一切 它是迹象的一切 在所有的事件它做了 过去的年纪彩的细胞 并且细胞的细胞 这些细胞的细胞 能够做的 是一件灵魂 细胞并非一直都是 华斯博士的选项 他上大学之前 喜爱的是音乐和小喇叭 如果事情发展有所不同 或许在他的工具箱里放的 就是写满八分音符 和十六分音符的乐谱 而谱价就是他的工作台 我曾经有一个爱和爱情 为音乐和科学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但我还知道 我的目的目的 是使用我的才能 做什么我能够做 以影响的长度 健康和幸福 都是一种艰难的 人的 如果我看过 写滞股胞 我家庭 父亲 爷爷 父亲 父亲 我可以知道 我最需要的 做什么 我没有必须 我没有想到 会不会 在生理科学上 麦伦华斯博士细胞专家诞生了 当华斯获得免疫学的 维生物学博士学位时 便正式冠上了博士的头衔 华斯博士在伊利诺伊州 多家医院任职维生物学主任齐满后 便搬到犹他州盐湖城 并且创办高路实验室 20年来 他率先开发尖端医疗检测试剂 包括首先获得FDA批准的商用 EPSDA8病毒试剂 他们维持健康和免疫苗 这个功课对华斯博士来说是很重要的 于是他思索如何发挥 他在细胞营养方面的专长来促进健康 I remember that fateful day when I became aware of what was available what was being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for humans to augment nutrition to their body and when I realized how inadequate it was compared to the kind of nutrition that we were supplying to ourselves in culture in the laboratory that I knew something had to be done that I needed to do something and I guess that was the birth of USANA USANA在1992年成立 USANA这个字出自希腊文和拉丁文 意思是真正健康 以兼顾的科学和研究做基础 制造最先进的营养补充品 提供细胞营养和保护 华斯博士相信 细胞营养是健康和长寿的关键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他在实验室中和董事会中努力工作 带领USANA成为业界的先驱 华斯博士一向致力于和世界各地受人尊敬的研究中心 建立科学伙伴关系 其中最具成果的关系之一 是和著名的奥勒冈州立大学 Linus Pauling研究所合作 我非常感激烈 因为我们在讲一样的语言 我们有同一项目 同一项目 同一项目 而为我们帮助其他人 成立这项目 我认为我们很感兴趣 我认为 这种营养 是非常重要的 而是答案 对保持继续和健康 那些营养的食物 必须得最好是可以的 他们必须得通过 求能量的课程 必须得通过 必须得通过 必须得正确认 必须得正确认 这些产品是由USANA的基础 我们并不断断肤的力量 1998年,华斯博士建立了另一种 把健康散布给全世界的工具 Sainaviv医疗中心 此一尖端医疗设施 结合了最先进的医药和全面疗法 加强细胞本身的治愈过程 有经验丰富来自各国经过训练的医生 营养师、心理学家和健身专家 致力于身心灵的治疗 华斯在年轻时心中就有一个使命 要借由生命科学来改善人们的健康 至今,全球各地无数的人 感受到他研究所带来的长久持续的好处 2007年6月 他获得了爱博特爱因斯坦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 奥特爱因斯坦兰奉 会为一个素兴 我已经有工作和世界上赃的科学家 像中恩王素 同时还与世界上名家 在科学和商业上的成功 也让华斯博士能运用其他方式 帮助人们过健康的生活 那就是人道主义援助 从2000年以来 他一直关注儿童激景基金会 前往中美洲 东欧和东非许多贫困 和受战争蹂躏的地区 不但个人捐款 也发动Yousana的捐献引擎 直到今天 已经捐出超过900万美元 去帮助儿童激景基金会 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膳食 2004年的乌干达 北部之旅深深影响了华斯博士 在那趟行程中 他花了一些时间走遍难民营 亲眼看见该地区成千上万的儿童 饱受疾病和营养不良之苦 我们终于在这些军场中 然后就在这些军场中 我们在这些人的悲惊 中的经济 中的灵状 中的精神 中的灵状 我认为我必须要做什么 乌干达·嘎巴的华斯医疗中心 在2005年8月开始营运 由华斯博士所资助 为30万人社区提供服务的医疗中心 使用的都是最先进的医疗和诊断设备 而这些设备不仅由华斯博士支付费用 还是他自己所精心挑选的 短短数 柬埔寨的华斯医疗中心也开张了 当其他人也认同他的愿景 因着他生育而捐款 随后华斯医疗中心也在马拉威成立了 2006年3月 华斯博士荣获儿童基景基金会的儿童斗士奖 医疗中心是不是唯一以华斯命名的 他的另一项热爱、音乐 在他参观大学母校位于伊利诺州 Naperville的North Central College后 促使他提供资金 帮助设立了华斯音乐厅和艺术中心 随着慈善工作顺利进展 以YUSANA作为全球细胞营养先驱的稳固地位 让华斯博士得以从执行长转任董事会主席 YUSANA的高阶管理团队都是由华斯博士 为了执行他的愿景所精心挑选的 其中一位是他的儿子戴夫 他现在是YUSANA的执行长 YUSANA was started by a scientist 这是麦伦华斯博士的工作室 虽然他掌握许多专长来帮助他完成改善世界的愿景 但是他从这里在显微境下开始了他的使命并持续努力 I hope I'm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allow people to live in the way that it was intended to be in health there's so much more to do but with the help now of a large and wonderful USANA family we will accomplish many more thing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sharing the vision and along with me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